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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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场以107比96胜出 76人队的七尺身高荡家中锋 安彼得周安彬也是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热门候选人 全场在阵32分钟28秒得到28分 是全队收获最多者 还有13个篮板球8次助攻和一次抄截 勇士队的69寸先发中风鲁尼 凯范隆尼 此役对抗安彼得可圈可点 上阵33分钟40秒 虽然只得到5分 却有15个篮板球 其中11次为防守篮板球 以及一次助攻 勇士队的柯瑞 西文科瑞 则是全场聚焦所在 他登场36分钟55秒 获得49分 是与赛双方收获最封者 其中在第四节读得20分 5次3分球弹无虚发 全场还有3个篮板球 以及5次助攻 他在比赛中28次出手投篮14次命中 3分球17次出手10次得分 命中率为58.8% 罚球12次只有一次失手 勇士队目前战绩29胜29败 从2月28日到3月26日之间 曾经过两次出现四连败 然而从4月6日到19日 8场比赛只有两次失利 柯瑞是勇士队的起手 本球季有8次他莫有在场 导致球队莫进而球场也无趣 最重要的是 球队期间只有苦吞败过 柯瑞是由3月29日起 在连续11场赛事 每场至少得到32分 4次单场得到41分以上 有一次单场获得53分 此外 在最近的8场赛事 3分球共出手120次命中64次 彭广阳 2021年4月20日 上届 整产